爱永远不是遇到的 是养成的 被爱的那一方 不要去糟蹋别人的爱 亲热的时候 希望一生年少 拥抱的时候 希望瞬间变老 我觉得浪漫的东西 不是昙花一现的 是持之以恒的 觉得如果你爱一个人 不奋不顾身的话 那其实是对你自己 最不幸运的一件事 爱情是什么 自己在纸上写了很多的择偶标准 他必须优秀上进博学富有 但是突然有一天你遇见一个人 你发现他跟你写的 所有的词都不沾边 但是你就是动心了 爱情就是忘了你妈的标准 爱情就是你好不犹豫地 把那张纸撕了 付出真心没有错 真心对一个人好没有错 电光火石我没放过 遍体鳞伤我不认 拿结婚为目的来前提 你根本扛不住 自己心动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你真正找到那个人 跟你理想性差距很大都有可能 我觉得什么是心动 就把所有的原则 你之间的条条框框 全部摔碎的那一瞬间 是你心动的那个瞬间 来了他就是没办法 这个就是没办法 我觉得任何一种感情 不管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 都不是不求回报的 我觉得可以有些许的不均等 但我们俩只从让这个平 就是让天平摆在一个相对 不会失衡那个位置上的位置 如果一旦失衡 我会觉得这是个很危险的状态 我家人有问我要不要 找个女朋友什么 但是我自己总觉得这种事情 我一直觉得爱情是 你一定是碰到了一个你喜欢的女生 你喜欢上了她 你才会想去谈恋爱 如果你没有女朋友 但是你每天想找一个女朋友 那只能证明你寂寞 所以说我像我生活当中并不寂寞 所以我也 而且我也没机会接触到 就是 女孩子 很少 我其实特别不推崇 在爱情的世界里互相玩什么心仰 我喜欢你 我就是要勇敢地表达出来 这是善意的 如果可以呢 如果你想人生几十年 我天天想 哎呀我要矜持一点 你就没法过这日子 是 这女孩这男孩为什么不可以 对啊 为什么 对啊 就想到人生短短几十年 在你年轻的时候 然后你是可以拥有爱情 勇敢去追的 所以我鼓励每个人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不能勉强 最喜欢一个人 你真的勉强不能 很能假装喜欢 或者客套上的喜欢 礼貌上的喜欢 是另外一种跟大家都伤害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任性的更容易招人 就是这种叫什么 会哭的孩子有唐痴 越懂事的那一个 越容易站在脚落边 反而是那个很张扬 不懂事很任性的 一下就被别人给照顾了 大家都是爹生娘养的 职场里都不容易 为什么男生赚的钱 就应该要给你花呢 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而且现在有些女生 甚至赚的比男生都多 那你为什么不能把这笔钱拿出来养你自己 你花的又开心 当你给予爱的时候 当你比如说你买了一个礼物 给予你的男朋友的时候 你也是很开心 多人就拿三十多 我不会被骂吧 三十岁的男的的财力跟年轻人比 那肯定比不过呀 他们经常说永远不要赔一个 十八岁的男人吃苦 所以我是不赞同这句话的 虽然我对象现在啥都没有 也不知道能不能结婚 但是他对我确实挺好的 能好就一直好下去 也不吐他啥 说完这段话 可能很多人说 这个女孩以后会输 你怎么看 输输嘛 那你人生能全部都是赢的吗 当女生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可以讲实话吗 压力比较小一点嘛 因为我觉得男生压力 现在确实比较大一点 买房啊或者是以后 娶老婆啊都是 花费 你有没有为谁拼过命 没有吧 希望未来可以出现一个 所以他就会放弃我的问题 20多岁没房子的男生吗 很多人可能会说不愿意 但是我想问一下 是什么样的工作 可以在20多岁有车房 如果真的喜欢一个男生吧 我觉得应该要多给他一些理解 很宽容 就如果是换做女生来说 那20多岁有车房的话 可能也是不少人做到的 如果不想跟他一起通关共同 那为什么要想到小 那为别 求对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但你也要以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比如说你要要求你的男朋友 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 他要在你做 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陪你哄你 但你能不能在他工作受挫 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给予他同样稳定的这种陪伴 和谐就是建立在两个人 都在相对等的付出 而不是说永远只考虑自己的得失 这样吧 不说卑微 你只能说这个人在爱情过程当中 他付出了 用心了 那不叫卑微 你只能说付出 你可以理解为傻的 感性的理性的付出 无所谓 但是他付出 这都是该经历的 劝是劝不来了 即使我劝你 即使成功了 也不是我劝你的 是你自己劝自己 你终于发现 你受伤害了 你要脱离苦海了 让你产生想法的不是我的话 是你自己 不是我能度你 是你自度 每个月挣三四千块钱的工资 你却要求他带给你三四万块钱的生活质量 那他做不到吧 比如说人家是无能 我浪费 那你为什么 不一开始直接去找一个月能挣三四万的人呢 那是不是人家也看不上你啊 需要被疼爱的 也是需要女孩子去送礼物的 没有理由 这是应该的 男孩子女孩子都是人啊 因为我就是这样想的 男生天生也会 只不过他们不善于表达而已 就社会要求他们不能去表达 女生嘛 天生就说你是弱势群体 生下来就告诉你 你可以找个好男人家 所以你可以去索取 可以大胆地去要求 男生嘛 就是生下来 你一个男孩子 你这么多事干嘛 你们也应该是这么长大的 我认为在大学里面 谈恋爱肯定是一门选秀课 而不是必秀课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 你能遇见一个真心对你 真心想跟你有未来的人 太难了 现在有很多人是为了谈恋爱 而去谈恋爱 但是忽略了最重要 也是最原则性的问题 就是是否彼此喜欢 对于我来说 一段真正好的恋爱是 首先是要以彼此喜欢为基础点 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人吧 然后在谈恋爱的过程中 也不能说是走一步看一步 而是要考虑到 两个人是否有真正常远的未来 虽然我们现在很年轻 有很多时间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 我们就能随意地把时间浪费 在寻找一时的寂寞玩伴上 是要努力寻找自己 真正的相守一辈子的人吧 因为我也谈过有钱的 也有谈过生物分文的 我并不是把这个钱 放在首要地位 他虽然生物分文 但他很爱我 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没钱 但是他口袋里有100块钱 也会为我而花 同时我也会体谅他 我不会去吃那些那个 我会吃路边摊 我会吃那些东西 我也可以接受 你会觉得委屈吗 不会啊 喜欢对方就不会觉得委屈 人都是要吃五股杂粮的 路边摊的东西 和上面的东西都一样 都是吃的呀 最后都会被消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